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印象中 一次能感受收音机的魅力的时候 是1969年 我8岁 那么一个收音机一想 就认认真真地在那里听 就爱上这个收音机了 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 满脑子就想 有一个能够拎着走的 能够自己放什么磁带 就听什么歌的这样一个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杖签,57年, used to be a geological surveyor but his passion is collecting old radios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 radios in his ever-growing collection for people like Zhang Jian who grew up in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radios are familiar, comforting things, childhood friends almost 我印象中那麼第一次能感受收音機的魅力的時候 應該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是1969年 我8歲 那個時候老百姓是買不起收音機的 我家裡更買不起 我們隔壁住了一家是什麼呢 它是淮海在以收商下來的一個退伍軍人 就是單位上給它配了一個收音機 然後我們兩家的房間 它中間只是用一個主席給割開的 主席的對面就是另一家人的桌子 上面擺著一個收音機 然後它收音機一放 我們就能聽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1969年 就是基本上是以樣板戲為主 那麼一個收音機一響 就是我們世界的全部 端一個小板段蹲在邊上 就認認真真地在那裡聽 就愛上這個收音機了 這是1975年的一張年曆 那麼這個收音機是很有特點的 一個收音機 是紅燈的2701 就是這台 這是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超衛星 上天的時候 針對這個題材做的一個收音機的 一個裝飾面板 正好在1975年的時候 這個收音機也是當時非常暢銷的 一台修正式的收音機 當時聽廣播 那麼就是說 有一個比較有典型的聲音 我們能聽見北京的聲音 就是用什麼來聽見北京的聲音呢 就是收音機 這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能聽見北京的聲音 這張話我覺得是 確切實實反映了當時 收音機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1976年 15年紀的聲音 15年紀的江江江江 終於收音機 收音機 最後一段時間 因為當時買這個收音機的話 很多家庭肯定是要開家庭會的 來決定買不買這個東西 包括我 我們家買這個小收音機 這個事還專門寫信 給我爭取我父親的意見 然後決定買了 我到現在印象非常深 16塊8 就那個時候老百姓 能拿16塊錢來買收音機 算是一個大件 當買這個收音機買了以後 就現在來說就叫我而不喪志 到中午放學一回家 想把收音機打開 每天中午就是 第一聽的就是那個小說廣播 所以聽的是如知如罪 同時我妹妹那個時候 年紀小 有個小喇叭節目 它是必須要聽的 小朋友 小喇叭開始廣播了 小朋友 現在我給你們說石猴這個故事 石猴這個故事 就是《西遊記》裡邊的一段 也就是說呀 孫悟空 收音機在60年代到70年代 這個時候 哪家有一台收音機 那是有轟動效應的 比現在誰家有奔驰寶馬 還轟動 在那個年代 應該是無知文化上 和極度匮乏的年代 真正進入生活的 就幾乎沒什麼能讓大家 就是有娛樂 獲取新聞的渠道 因為那個時候也沒電視 網絡是更沒有的 所以收音機實際上是最快捷的 最便宜的一種 獲取信息的一種方式 那麼這個時候就是天天 我們就可以聽很多節目 應該是像我們六五號的話 別大部分中國人是有這個印象的 就在以身往下粗糙 我這台機器感情是最深的 就這個海燕的 B321 這是一款普及的機器 當年我記得是39塊多 79年我在一個山河裡 就用這個收音機 第一次聽到了 澳洲廣播電台的聽眾點播節目 其中包括鄧麗君的什麼 《小城故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們認識鄧麗君 就是在那個年代 我們那會兒嘛 因為革命歌曲聽得太多 那麼突然聽到 類似鄧麗君啊 港台歌星這一類的 我們感覺到是 進入另一個世界了 無論從你的世界觀也好 從你的耳朵也好 都是有很大很大衝擊 這種歌曲的當時應該是 單位是靜止聽 我們基本上處於悄悄聽 每個週間 Zhang Jian 和他的同僚 電視職員 都會在他的家 很多的 radios in his collection are hard to come by these days. In the past, the people can enjoy the music. This vinyl record is Zhang Jian's favorite album. In 1980, the China National Radio and the Songs magazine jointly held an Audience's Favorite Songs campaign. During the 17-day voting period, the organizers received as many as 220,000 letters from the audience. The 15 songs on this album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votes of the audience at the time. In the early 1980s, as incomes rose and living standards improved in China, for many peopl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t home ceased to satisfy their entertainment needs. So, around this time, new types of audio equipment began to make an appearance in China. Li Lingchuan, 48,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s also an enthusiast for vintage audio equipment, a passion that started in his college days in the 1980s. In this small room, there are many old-fashioned tape recorders, and Li Lingchuan loves these old machines far more than the latest Hi-Fi audio equipment. and the latest Hi-Fi audio equipment. He's also an 물어�avoured poster. He also has a lot of pictures of those artists and many other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man who wished to be able to move to his feet, to be able to walk in the way, to be able to sing a song, to listen to what he sings. 这样一个东西 小姑娘在哭泣 要不知道她从哪里 在1980年 11年约李灵虫 住在一般般的中国家庭 母亲、父亲和女儿 五年年约他 他父亲学了在学校 在这个时候 他的热情为纪录音器 除了在这个外边跑呀 闹啊以外 那么还是很想在家里面 听听什么音乐呀 走在相见的小路上 不归的老牛 是我同伴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嘛 那个时候觉得那个很诱惑 因为他们的那些 校园歌曲 它是贴近年轻人的那种思想的 特别有那个共鸣 但实际上内心的话 它没有主动性 因为它是收音机里面的 它有你才能听 它没有你就听不了 然后呢我就给父亲讲 我说我非常渴望这么有一个这么 一个这个匣子 就是能够放磁带的 能够听歌的 但我爸说 我们家经济条件 现在也不是一向能满足的 但是呢 爸爸会努力 那个时候真是我 小时候的那个渴望 充满着一个激情 一个梦想 平常一有空 就跑到街上那商店里面 小小的个子 隔着那个柜台 看着这个橱柜里面 各种各样的 这个进口的收录机 眼巴巴的 那个情境现在还能记得 那个时候看到报纸上 有很多这个夏普啊 山阳收录机的 那个什么广告 我就把那个 它那些图片那些 我就把它画下来 画很多那个画 有四喇叭的 有单喇叭的 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 贴在我的床头 我们跟他过来了 我们走到那个国家桥了 它这个是仿 这个山阳四五零零的 李 Lingquan's parents still have a tape recorder at home 这就只有一半 to李 Lingquan 这 tape recorder has a special meaning 这个收录机呢 是我们家里 第一台收录机 那个时候家里 条件不好 那么我们有些朋友 家里面 可能是出国的 回来的带一些 好多一些高级的机器 但是我们买不起 当时他就很喜欢这个 他说我二天 你要这个 我说什么 那天就是我记得夏天吧 就我父亲有天下班 他那个骑着那个28 那个大缸子自行车 那个年代的这个28大缸子 永久那种 然后那个货架上 后边货架上 就搭着一个纸箱子 我看他满头大汗 他顾不得这个吃饭喝水 就说你看我给你带了个什么东西回来 然后拿出来一看 带着一个那种崭新的塑料味的那种机器 放到桌上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哇 那个兴奋啊 真是 那梦想实现的那种兴奋 所以看到他就叫他呀 这个两头百名这个 那个时候我父亲工资也 五六十块钱 八几年 我也不知道他攒了多少个月的这个钱 当时是我记得是181块钱 他说很惊人的 我觉得是很惊人的数字 那个时候 那个印象很深的 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 还这么迷恋这个收录机 作为我的一个情节 这么多年不会散去的一个情节 这个是我刚从网上淘的一台机器 为什么淘这个机器呢 就是这个机器呢 在我们大学的时候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我们在大学的很多活动里面 都有它的身影 这个当然是在那个年代 也是常见的一个机器 但是因为价格比较高 当年这个梦想也没实现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状态怎么样 哎呦 这个机器你看 也是不知道多少年没动过了 试一下有没有 8880这个电话 这个详细咨询 好吧 它这个收录机还能响 磁带 哎呦 这少了剑了 哎呦 你看这里面全是灰 估计也有好多年没有动过了 这个机器得拆开打理 到了90年代以后呢 很多家庭就觉得 这个放这个磁带的这个收录机 已经不敌那些落地影响 就慢慢就闲置下来 往那一扔 只有我们这些有收录机情节的人 才会在今天把它收到手里 想让它焕发青春 因为我爸是一个 教电子线路的这个教授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看着他 就做电视机啊 做收音机啊 然后从那个时候 我父亲就教会我用万用表 教会我各种元器件的这个作用 After disassembling the machine 李 Lingquan finds that the problem runs deeper than a first thought Fixing it, bringing it back to lif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task In the 1980s the advent of the tape recorder opened up many more sources of entertainment for Chinese people These old tapes, heavy with years testify to changing times testify to changing times Even the time, it was very important Like this, it was a really big part And we'll be able to help it But the world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we'll be able to work it After more than a month of hard work Li Lingtuan finally succeeds in repairing the machine. For him,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tape recorder. It's a time capsule full of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his youth. Li Lingtuan's 我們是86級的學生, 那時候80年代的時候我們系裡邊 大家都是盼望著週末借一間我們平時上課的教室來辦舞會。 這個收錄機呢就是在當年辦舞會裡面是必不可少的一個 營造氣氛的這麼一個音響設備。 当我们的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舞会是我们当时系里面 戏份最热烈的一个 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家里面 也没有这样的收入机 都觉得非常兴奋 反正那个时候的快乐就在这个上面了 在中国,在1980年里的改革的进步 中国人们的生活更好 和更好的年代 新人们的希望有更好 成为了他们的母亲 中文字幕的成长 In 1984, Hong Kong singer Cheng Mingman stepped on the stage of CCTV's New Year's Gala to sing My Chinese Heart. Soon the sound of that song was echoing all around China. It perfectly expressed the pride people felt how proud they were to be Chinese. A few years ago, Li Lingquan wrote an article reminiscing about the golden age of tape recorders. It touched the hearts of many readers. This song is a song of the old paper that was used in my book. It was very kindly used in my book. It was a dream that I was in my dream. In the book, I wrote it like this.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en I opened my phone and kept quiet in my house. I watched the recording of the recording of the recording. Although it was old, it was already old. But from the sound of the sound of the song from Liu德hwar's song, I and my dream of追逐. It shows me from childhood to now. My feelings, my feelings, my feelings. 我们开始把这个打开 你看 打开了吧 然后磁带怎么放着 我们小时候说实话 也没有像现在小孩这么多电动玩具 有动画片看 现在家庭条件好 所以说他反而就没有太大的专注力 那么现在的小孩也好 年轻人也好 他们对这个很多东西来得太容易 往往什么东西 他留不下一个比较深刻的 刻骨迷心的印象 但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 不会去提这种 家里不能实现的这种要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